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ag 首先我们昨天来看一下澳洲的情况 我们知道由于现在铁矿石价格是连续超过7天下跌 澳洲股市自然而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昨天的澳洲大盘是再一次下跌接近于1% 由于目前铁矿石是在过去5个月的最低价 因此可想而知 澳洲的采矿业也是一片的惨淡 中国股市A股同样也是昨天下跌 上证指数跌了0.8% 收盘收在3196点 打破了3200点大关 深圳方面也同样下跌0.4% 目前收在1048点附近 那么在昨天除了亚洲盘下跌之外 欧美也没好到哪去 英法德三个国家最少的跌了0.9% 多的向英国下跌幅度超过了2% 原因就是英国首相宣布将会考虑提权大选 那么美国相对来说是下跌最少的三大指数 虽然有跌 但是跌幅最少的是在0.1% 多的也只有0.6% 在其他方面的黄金目前继续保持在1290左右的高度 另外石油价格稳定维持在52.5以上 刚才说到的英国由于昨天 英国首相是宣布提前大选 因此英镑先出现大跌之后出现暴涨 对于美元 昨天英镑是大幅上涨超过2% 那么接着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的是澳洲目前最新的移民政策 以及英国的英镑突然暴涨 相信昨天生活在澳洲的朋友们都已经知道了 关于政府提出的叫废除457工作签证的这个消息 那这个新闻咱们看看会不会对金融市场有所影响 首先要说一点的是 这个废除457签证 并不是意味着未来所有的工作担保签证都会被废除 没有了457 我相信会有458会有459只是换一种形式 但是呢要求会更加严格 而且呢目的性会更加明确 会照顾到目前政府所出台的 比如说抑制房价措施 比如说要扶植哪个产业 它都会与之相配套 那咱们说的直接一点或者直白一点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这个移民 对于一个移民国家来说呢 就像是中国的印钱政策对于经济一样重要 新移民呢 它带来的不仅仅是钱 更多的是消费 以及呢经济活力 那同样 看上去有好的一面 它自然也有坏的一面 人多了之后 那么房价就会上涨 土地就跟不上 公共设施 基础设施也会跟不上 就像中国一样 你钱印了再多 多了以后呢 房价会暴涨 人们没有地方投资 那么炒什么 涨什么 而且呢贫富差距也会拉得非常大 而相比较之下呢 像在西方国家 还少了一些 这个 中国的一些传统的 比如说是国家整体思路 由于呢 这个当届政府呢 做了四年 不知道下面是不是他做 所以很大程度上 他为了维持自己的选票和支持率 还要出台一些呢 适应于少部分选民的需求 像这一次的这个 移民啊 或者说是这个 工作的签证这条路路径 被暂时搁浅 很大程度上呢 就是由于目前澳洲房价太高 民怨激愤 加上呢 现在失业率迟迟下不去 很多人觉得呢 这个工作啊 都被外来的移民所占据了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 政府呢 为了保住自己的支持率 为了迎合一部分人的心理 而不得不呢 采取目前的措施 咱们说白了一点呢 其实新移民在 在不论在哪一个国家 你包括中国的农民工进城一样 咱们外国人在西方国家移民 就相当于是中国农民工进城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政治地位的 就算你赚的钱太多 在当地呢 也不会有太高的政治地位 但是咱们过来或者说懂经济 或者懂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这个移民啊 特别是现在的移民 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 除了难民之外 移民是远远的利大于弊 那么现在废了这条 暂时废了这条 这个工作签证这条路 会不会对澳洲经济有影响 当然会 你人少了 消费少了 但是对于房地产的需求 同样也会少 因此左边也是为难 右边也是为难 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 政府特别是澳洲的政府 这个时候考虑的 首先就是呢 自己下一届 会不会被选民选下去 因此在综合了种种情况之后呢 他可能目前就是暂时选择的是 让经济的发展 或者说经济的恢复 宁可慢一点 也要呢 获得一部分选民的支持 这个在我看来呢 就是现在 澳洲的四五期工作签证 被临时取消的一大重要原因 那么咱们说完了澳洲这个 这个事儿之后 再来看看英国 我们知道 昨天英镑对于美元 是出现了暴跌之后 又是狂涨 累计上涨呢 达到了270个点 涨幅超过了2%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大家都已经知道 就是因为英国首相推出 提前进行大选 那么说实话 这全球的投资者的心理变化呢 也是非常的快 就如啊 这个孩子的脸 六元的天一样 想当年 在去年的时候 英国说要退欧 结果真的投票要退了 英镑是跌的是 爹娘都不认识 别看英国这个国家 经济没有怎么变化 但是英镑下跌 足足超过了27% 那么这事过 近千大半年过去了 现在呢 英国人说 我要提前大选 有可能会加快 英国退欧的步伐 现在要退欧了 他真的呢 又变成了好的消息 所以说这个投资者的心理啊 你说他真的是成熟的吗 我看也未必 这个人啊 一旦一个事情 或者一个认知 习惯了之后 比如说之前一直说 大家都觉得英国不会退欧 结果他真的退了 一开始受不了 等了半年一年 熟悉了 心里想的 赶紧退 不要再磨磨蹭蹭 所以现在呢 一听到有消息说 退的时间会提前 或者加快了 大家呢 无不拍手称快 所以说这个投资者的心理 有的时候啊 也是 也是像这个小孩的脸一样啊 说变呢 他就变 好了 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我们知道呢 英镑对美元 英镑对所有的货币 由于昨天晚上的暴涨 都出现了一个大级别的上涨信号 也就是像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图 我们昨天刚刚说到这个英镑对美元即将出现 或者很有可能出现上涨信号 不到24个小时 英镑就出现了2.5%的大涨 从目前情况来看 英镑不论是在1分钟 2分钟 5分钟 10分钟 1小时 2小时 4小时 天图 全部都是上涨信号 那么 但是我们要不得不说一点的是呢 由于昨天晚上上涨过多 或者说涨幅过快 英镑有可能在未来的两三天之内呢 出现部分的回调 部分的回调 这是有可能 但是只要它的价格维持在 我们往保守一点说 维持在1.27以上 如果我们按照啊 这个线路的价格来看 只要在1.2650之上 那么英镑呢 始终目前就是一个大型的突破 所以说投资者们啊 在未来的两三天 我们可以重点关注英镑 如果它下跌了 可以考虑逢低介入 那至于上涨呢 它如果再创新高呢 毫无疑问的是呢 我们就应该跟它一起买涨 因为呢 我还是一样的道理 英镑从长期来说 从去年的六月份到现在 一直是在下跌 从昨天晚上开始 这个趋势正式被反转 有可能需要两次 但也有可能 这第一次就是直接的突破 那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晚上需要注意的事件 最终七点钟的时候 澳洲时间 中国时间晚上五点 欧元区是出台 他们最新的通胀数据 再到晚上凌晨12点30分 是美国每周一次的石油储量数据 因此今天晚上对于欧元和原油来说 波动呢 将会比较大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